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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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後一講我們要談從 主要是談清朝末年到現代 整個中國軍隊改變的這些問題 講近兩百年的軍隊發展 大概可以講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我們大概可以講三次四次都講不完 因為在最近的一兩百年 整個中國軍隊從他們使用的武器 他們的服裝到他們的戰術戰法 到他們的組成方式 全部都有根本的改變 因為整個這些改變其實是近一百多年來 中國歷史巨變的縮影 我們都知道在最近一百年 中國的整個歷史發展經歷了徹底的改變 所以我們可以談論當然非常的多 我們的焦點放在哪裡 我們焦點放在軍隊如何組成 軍隊如何被控制跟軍人的地位 而我們比較不談武器跟戰術的這些變化 這些東西 我們把焦點放在後者 就是軍隊的組成 控制方式跟軍人的地位 從鴉片戰爭 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20世紀中葉 中國經歷了長期的戰亂 1840年大概整個戰爭 一直到1950年之後才慢慢的成績 所以一百多年的戰亂 在這個長期戰亂的過程之中 軍隊扮演重要的角色 這個近代中國的軍隊 對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 當然有決定性的影響 我們講到近代軍隊的發展 我們先回顧一下清朝初年軍隊的組成 清朝初年滿洲人他們是融幕民族 他們發展出來的軍事制度 也就是我們一般常見的這個部族軍制 跟其他的融幕民族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別 我們講到的像蒙古人 像這個獻卑人 這個軍事體制跟滿洲人 當然沒有什麼差別 滿洲人軍事體制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八旗制 那什麼是八旗制 八旗制就是 其實他原來就是八個部族 就八個部族 滿洲人有八大部族 然後從這個八個部族發展出來的 所謂的八旗制 他就是一種所謂的軍政合一的體制 各個旗的旗主 對於他手下的旗民 這個各旗的旗民 民眾的民旗民 有很高的控制權 每一個旗就是一個獨立的行政 跟軍事的組織 基本上是所謂的兵民合一 就是拿得起武器的男性 就是戰時的軍人 然後平時管理他們的這些旗主 就是戰時的將領 將帥 就是它是一種行政跟軍政的合一 它的特色在於有效的動員 動員能力很強 因為這個需要作戰的時候 這些騎民 這個在騎主的指揮之下 拿著他們的武器 騎著他們的馬匹就上戰場 然後戰場上掠奪得到的財產跟人口 就為這些士兵所分享 所以士兵有很強烈的動機 遊牧民族都經濟狀況相對 定居的農業民族是比較落後的 所以他們一開始作戰的最主要目的 就是騷殺奴掠 就是攻打明朝 去搶奪人口跟財富 搶奈人口就做奴隸 女人就當小老婆 搶到錢就自己來花用 所以他們跟民軍開始作戰的時候 最主要一開始就是騷殺奴掠 所以他們最主要目的 然後他們巴奇是以忌兵為主 所以在野戰上面有極大的優勢 民軍在野戰上面 基本上從來沒有打過勝仗 碰到這些滿洲忌兵基本上就是失敗 不過巴奇兵他們不太能夠攻城 因為忌兵先天的問題就是 攻城需要一些裝備 這個重型的裝備 那忌兵沒有這些東西 那這種弱點後來就靠漢人的軍隊 就投降來的這些漢人的軍隊來彌補 將昭納來的這些明朝的祥軍 最早就組成了所謂的漢軍巴奇 最重要的就是炮兵 操作這些紅衣炮 然後來轟擊這個明軍聚首的城池 明代的五人受到文官的壓制 這個沒有什麼發展 所以部分將領是投靠滿洲 為發展自己前途的良機 就是說這個明朝以文治武 壓制五人 那些五人就乾脆就投降 入關以後的清軍分成巴奇跟綠營 這個巴奇是傳統的這個滿洲軍隊 綠營呢就是由入關以後的明朝的祥軍所組成 巴萬巴奇跟綠營都是長期服役 拿薪水的職業兵 他們長期為這個政府從事軍事的工作 然後拿政府的薪水 巴奇軍特別享有特權 這個因為他們是征服者 滿洲人的他們是征服者 所以他們享有這個政府給他們的諸多的特權 政府認為給予這些巴奇兵很多的特權 可以讓他們專注於戰鬥 而不為其他的事物所打擾 就是說政府在政府的觀念頭 我們給這些人很多的特權 讓他們有很好的生活 那這些巴奇兵就會為政府呢 盡心盡力的去作戰 然後他們會專精於軍事的訓練武藝 所以清政府給巴奇兵很高的信奉 而且讓他們可以圈佔民地 就是強佔一些民地 讓他們變成地主 享有這個很好的經濟的收入 那明朝的人政府的想法是說 只要讓這些士兵有很好的收入 他們就可以長期的保存戰力 結果他們錯了 因為入關以後的巴奇兵 經濟生活太過於憂鬱 而且缺了權太多 所以他們很快的就腐敗 人有錢呢 幹嘛去作戰呢 作戰那麼危險 作戰那麼辛苦 在關外的時候 他們為什麼樂於作戰 因為戰勝就是分戰利品嘛 分了戰利品我就可以變得富有 那現在我不用分戰利品就很富有 我好多的田地 我好高的薪水 幹嘛作戰 所以很快的巴奇兵就變成 武紀不經 御敵則逃 只會為壞民間 而地方官通常不敢管他們 因為他們是特權分子 入關不到三十年 到了康齊中期 康齊大概十幾年所謂發生的 三藩之亂 巴奇兵就已經不足為事 巴奇兵就沒有用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軍隊的腐敗 非常的快速 因為他們享受特權太多 所以很快的就變成腐敗 而沒有戰鬥力 這個各位看什麼什麼 什麼康熙帝國大家就很清楚了 我們要多講 那綠營兵這個在乾隆朝 成為軍隊的主力 可是到了 對不起 在康熙朝成為主力 這個到了乾隆時期 育營兵也發生了問題 那這個我們可以說 現在的整個政府到乾隆時代 都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大家很清楚 這個最清楚的就是 所謂的和聲的這個貪污亂政 就是說整個國家的政治體制 都產生問題 那軍隊當然也不可能自外其中 你說軍隊出污泥 出污泥而不然 這個整個國家政府都腐敗了 然後軍隊這個保持他的運作的良好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軍隊也在這個整個政治腐敗的過程之中 而這個也跟著來腐敗 這種軍隊腐敗的現象 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軍官寇科士兵的興奉 然後私自的義使軍人 讓軍人非常的忙碌 可是生活卻這個貧窮 導致軍隊的訓練荒廢 這種現象當中這個各位都非常的熟悉 幾乎在中國很多的朝代裡頭 都出現了同樣的現象 軍隊本身腐敗 軍事技術層面也持續的退步 清奈在康興二十二年平定台灣 攻下台灣以後 應該講說攻下台灣以後 基本上就不再面對強敵 就是他在周邊的民族 沒有可以在軍事力量與清來抗衡 消滅了台灣的民政的勢力以後 這個清就不再面臨什麼實質的軍事威脅 雖然他後來也繼續的對周邊民族用兵 這個可是這些周邊民族 這個軍事的技術都跟清代是不能相比 比方說這個雍正乾隆都不斷的對周邊民族來誘兵 這個乾隆還自詢有什麼實權武功 跟你去看一看他們他們所立下的這些戰功 他們的對手其實都不是什麼強大的政權 那軍事科技根本也不能夠跟清相比 那為什麼這個清的軍事科技在當時可以說獨勝一時 最主要還是因為在這個民清交戰的這個過程之中 雙方都大量的引用引進這個西方的軍事科技 在當時軍事科技最發達的還是歐洲 可是清政權跟民政權都大量的引進這些科技 顧請這個外國的外國人來傳授這些軍事技術 還有傳教士 所以你看到這個當時在清朝初年 這個傳教士出入宮廷之中 跟統治的關係非常的密切 那結果就是說能夠把先進的科技傳進中國 可等到雍正禁教把傳教士逐出宮廷之中 中國政府跟歐洲教會之間的關係就正式劃下了終點 就正式劃下終點 雍正的禁教不表示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在中國的絕跡 這絕對不是事實 這個中國這個國地大人多 從來不是政府一直禁令可以決定什麼事情 傳教的工作有沒有在進行 其實繼續在進行 他就在民間私下的在做 你可以說他就是一種違法的 你永遠這樣子一種違法的行為 可是他繼續在做 他真正重要的是宮廷之中 他不再有這些歐洲人出入其中 然後把先進的歐洲的文明帶進這個政府 真正其實最大的影響還是在政府的本身 不在於民間 民間的交流其實多多少少都還在進行 特別是沿海地區 因為這個雖然禁教了可是商人 歐洲商人還是不斷的到這個中國來做生意 然後傳教士有跟這些商人來 對政府而言他斷絕了吸收歐洲文明的管道 他產生的結果就是在軍事科技上開始退步 不管製造火炮跟炮彈的技術都大幅倒退 比方說清初在明清之際 中國人已經會製造開花彈跟散彈 就是炮彈打出去他會炸開 這叫開花彈 散彈也是一樣 他就是大的炮彈裡頭包了小的彈丸 這個會炸開 你知道炮彈要炸開他才有比較大的殺傷力 十星彈相對而言他的殺傷力會有限 而中國當時的情況就是到清朝初年還會造散彈跟開花彈 可是到了清朝中夜就不再不會造 只會再用十星彈 1840年中國跟英國發生鴉片戰爭 為了應付英國軍隊的入侵 沿海的這些守城 沿海地區的這些清的官員 紛紛到倉庫之中去找找什麼 找康熙朝製造的大炮 為什麼 因為康熙朝製造的大炮不管口徑不管射程 都比他們現在所使用的大炮來得好 就是說整個自炮技術退步 後來造的炮沒有以前造的炮好 情願去倉庫裡頭去找那個六七十年前造的大炮 然後想辦法把他們拿來使用 然後這個鴉片戰爭結果是 這個英國人拿開花彈轟中國軍隊 中國軍隊用十星彈打回去 那你知道勝負可知啊 所以不用多說 對 這個軍事科技的大幅的退後 退步 當然就造成了中國後來 這個一連串的問題 1840年以後 就可以說19世紀中期了 1840年19世紀中期 中國外有這個歐洲強國的入侵 內有層出不窮的民變 政府軍不管八旗也好綠營也好 都已經缺乏實質的戰鬥能力 對外的戰爭累戰累敗 這個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了 我不知道現在高東課本 還要不要叫你們背那麼多的戰爭 我們以前念書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念到那個 19世紀中期是最痛苦的 因為有一大堆的戰爭 跟一大堆的條約 然後去把它背下來 可能跟各位現在的負擔比較輕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當然都很不喜歡輕政權 對不對 因為都是他們害我們要背那麼多條約跟戰爭 對不對 Anyway 沒有辦法應付對外的入侵 內部的民變 對付這些層出不窮的民眾叛變 應付這種民變的主要的軍隊力量 也由政府軍轉變為由民間自行組成的軍隊 就是所謂的團練 所謂的團練 這種所謂的團練 基本上是由地方上的士生或者官員出面領導 這個地方上的這些有聲望有錢的人出面領導 主持當地人成為軍隊 最初的目的在維持家族跟居住地的安全 所以講到這裡又很像我們之前提到的物保 對不對 很類似對不對 有地方上的這些有錢有勢的大家族來出面 這個組織當地人 形成這個地方性的軍隊 來對抗這種叛亂勢力 這種勢力的缺點 這種團練勢力的缺點跟之前的物保 我們提到物保很像 力量分散成員複雜 不同的團練之間很難合作 就是他都基本上都點的勢力 這個沒有辦法團結起來 所以這樣的力量可以壓制這個叛變 可是時間一久這些團練 往往又變成了危害地方上的一種力量 就是說時間一久了他們沒有什麼敵人 可以這個對抗的時候他們這個團練本身 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甚至變成危害地方的一種勢力 另外一方面一股新的叛亂勢力的興起 就是十九世紀中葉最大的一場 這個民間的叛變太平天國 蔓延十幾省前後長達十五年的這個 太平天國之亂起來 團練不能對抗 過去的這個地方叛變勢力不夠大 團練還可以鎮壓 然後太平天國起來以後因為勢力太大 而且太平天國這個他們的這個軍事的行動 有特別的快速 比如說太平天國這個太平軍 他的特色就是快速的移動 快速的移動 那團練我們說過他是各自為政 最怕這種快速移動的敵人 因為這個團練彼此之間互不合作嗎 這個太平軍就會挑啊 這哪一個團練比較強 他就不跟你正面對決 他就去找那個漏洞 找那個比較弱的團練去攻擊 那團練之間相互不支援 所以很容易被太平軍各個擊破 所以太平軍興起之後勢力非常的浩膽 直到這個曾國藩起來組織一支新的軍隊 所以就所謂的鄉軍 曾國藩為什麼要起來組織鄉軍 就鑒於這個團練 已經不足為勢 根本沒有辦法對抗這個新崛起的太平軍 所以他決定要組織一支新的軍隊來對抗 那鄉軍的組成就完全是效法奇蹟光而來 曾國藩以一個在湖南的地方官 自己來自仇響源來支持這個鄉軍的組成 鄉軍顧名思義是在湖南組成 以湖南人為兵 就是完全是招募湖南人來當兵 並且曾國藩把宗族義士帶入的軍隊之間 他強調在鄉軍裡頭 軍官跟士兵的關係是父子關係 就是說這個鄉軍就是一個大的宗族 上下之間 長官跟部署之間是父子關係 士兵與士兵之間是兄弟的關係 就是以這種意識來鞏固軍隊的凝聚力 這個軍隊要有士氣要凝聚力才能作戰 一方面是以宗族力士強化軍人的認同 另外一方面他像七際光一樣行連坐法 就是一個單位如果有人犯錯 或者在戰場上逃亡 其他人都要連帶的被處分 以這個連坐法 以嚴明的紀律來督促這些士兵來作戰 所以鄉軍能夠改掉過去這個團連 他成員複雜紀律鬆散的這些缺點 變成一支強大的軍隊 這支軍隊數量逐步的擴張 他們的任務也從原先的保衛湖南的安全 這個逐步的擴張 最後步步進逼 最後平定了太平軍的叛亂 所以鄉軍就變成清朝新型態軍隊的 可以說是始祖 就是說在清朝中葉 當舊有的軍隊都不堪使用的時候 一個新的型態軍隊出現 就是鄉軍 鄉軍的特色我們可以再把它總結一下 第一個就是他是由地方官來組成 他不是中央政府來組成 他是地方官 第二個以本地人為軍 就是說這個軍隊是有非常強的地域意識 非常強的地域意識 這兩點非常的重要 因為十九世紀中葉以後 中國的軍隊基本上就有這兩大特徵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 因為內憂外患 新的軍隊隔一段時間就組織起來 是隔一段時間組織起來 應付這些軍隊威脅 軍事威脅 可是軍隊不管如何的組成了如何改變 這兩個特性都沒有變 第一個 新的軍隊是由地方官 籌組 指揮 控制 第二個 以本地人當兵 軍隊具有強烈的地域色彩 如果我們說鄉軍是中國在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中葉新的軍隊的始祖 他仍然有他傳統的地方 就是鄉軍仍然使用傳統的武器 跟戰術 戰術戰法 他是一隻中國傳統的軍隊 鄉軍用大砲 可是他的大砲是中國制 是土砲 他們當時就叫土砲 就是中國自己造 他的槍 中國制造 可是等到李鴻章模仿曾國凡的鄉軍 在淮河流域組織淮軍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淮軍就開始聘請外國教官 淮軍跟鄉軍一樣 他也是由地方官組成 招募當地人來加入軍隊 可是他的教官就是外國人 歐洲人 聘請外國教官 他們使用的武器是進口的 不再使用國產的武器 他們使用所謂的洋槍洋砲 所以一般的學者就把淮軍 當成中國軍隊現代化的始祖 中國軍隊真正開始現代化 其實就是西化啦 簡單來說就是歐歐化西化 是從淮軍開始 就開始引進西方的軍事科技跟戰鬥的方式 當然這個西方軍器的傳入是早就在進行 隨著歐洲的商人把很多的貨物運到中國 當然包括西洋的兵器 所以如果我們說淮軍是中國軍隊現代化的始祖 就是說這個中國軍隊開始使用西洋武器 其實這個話還是有一些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最早開始使用西洋武器的是 咸豐年間為了對抗太平軍而組成的常勝軍 可是這個常勝軍跟淮軍不一樣 因為淮軍是政府軍 常勝軍不是政府軍 所以我們一般講中國軍隊現代化 我們不會提到常勝軍 然後就因為常勝軍根本不是政府軍 常勝軍是什麼軍隊呢 常勝軍是中國上海地區的商人 為了怕太平軍打進了上海 因為當時上海已經是中國最重要的一個通商口安 有非常繁榮的工商業 然後這些人最怕太平軍衝進來 衝進來這些有錢人都完蛋 所以這些上海的商人就自行的出錢 招募上海的百姓出錢 組成士兵 那軍官哪裡來呢 軍官全部都是聘請歐洲人 聘請歐洲人 常勝軍的統帥是戈登 就著名的英軍的將 英國將 他是一個英國的將 只有中國商人花錢把他請到中國來 這上面的士兵全部使用的是進口的武器 他們使用大砲跟步槍 他們不再使用傳統的武器 因為他們就是一支歐化的軍隊 因為他們整個軍隊的組成是由歐洲人來做 只有士兵是中國 然後你看這些士兵坐在這邊 你的臉看不太清楚 可是各位你都可以看到他們發亮的額頭 看到沒有 每一個人頭上都是亮的 為什麼 你不知道嗎 剃髮 對不對 因為當時的中國人 額頭上面 男人額頭上面都沒有頭髮 女人才有頭髮 男人沒有 因為制髮 對不對 把額頭前面全部都剃光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照片上 這些發亮的額頭 這都中國人 可以看到站在這邊的軍官 戴著帽子有落三胡 這是歐洲人 歐洲人才會有落三胡 大部分 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不會有落三胡 對不對 你就算再怎麼樣 不解你的鬍子 你也不會變得落三胡 因為那個只有歐洲人才會有 你看這個軍官 很明顯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長勝軍的組成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軍隊 然後當然這個等到太平天國 這個被民憑這支軍隊當然就解散 所以他對這個中國的這個 後來的軍事的發展沒有太多的影響 可是長勝軍的出現說明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十九世紀以來 中國的改變往往都是民間走在政府前面 各式各樣的改變大家都可以看到 西方武器的引進 誰先引進 民間先引進 政府都慢半拍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這樣子 政府做什麼事都慢半拍 對不對 這個不用說了 最近台北市政府被罵得很慘 對不對 這是這種現象 就是說民間走的都比政府來得快 政府往往都是跟隨民間的腳步 好 從淮軍 鄉軍開始 中國的軍隊進入到一系列的這個改變 我們看到新的武器的引進 這個新的軍隊不斷的組成 可是這樣的改變 他都沒有辦法解決中國在面對外敵時候的軍事的困境 雖然淮軍 鄉軍 民一平和太平軍之亂 可是對外仍然沒有敗 比方說跟英國人作戰 跟法國人作戰 跟日本人作戰 都無法取勝 特別是假武 中日假武戰爭 這個李鴻章的淮軍 可以說在這個假武戰爭之中一敗塗地 假武戰爭之後 清廷為了救王屠城 又開始籌組一支新的軍隊 這支新的軍隊的名稱就叫做新軍 很簡單 這是一支新的軍隊 所以乾脆就叫他新軍 籌組新軍 怎麼做 推行募兵 募兵 可是募兵要募什麼呢 招募良民為君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中國雖行募兵制非常的久遠 可是傳統的募兵喜歡用什麼 遊手無賴 對不對 你記得嗎 對不對 漢武帝開始行募兵就招募 這個京城的這些遊手好閒的人 去當募兵 對不對 宋朝實施募兵 募什麼人當兵 募罪犯盜賊 對不對 募這個社會上的這些窮人 所以清朝在假武戰後推行募兵 強調以招募良民為兵 是中國軍事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變化 長期以來募兵能夠募到的兵素質都不好 是因為你都去找社會上那些有問題的 社會上邊緣人罪犯 窮人 所以這個素質當然不可能好 所以到了19世紀 中國的這些統治階層終於領目到這一點 你要招募好的軍隊 你要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 一定要有好的素質的士兵 所以要強調招募良民為軍 假武戰後 中國又面臨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 就是義和團之亂 八國聯軍 整個新兵的工作 組織新兵的工作其實是要等到義和團之亂之後 才積極的來進行 也就是說他在光緒30年才開始積極的推行 在中央設置練兵處 計劃全國編36鎮的新軍 新軍的單位是鎮 以鎮為單位 中央設置練兵處 全國總共要編36個鎮 那怎麼去做呢 由各省的政府來做 所以又回到了那個我們剛才講過的特色 就組成新軍都是由地方官來實際的來進行 中央雖然規劃 可是實際的工作仍然交給這個地方官來執行 各省都開始著手推行新軍的這個籌組 那最後到了清朝滅亡 這個西元1912年清朝滅亡 整個36鎮的新軍並沒有完全的編程 所以當然這個義和團之段西元1900年 1900年剛好是那個二十世界開始的義和團之段 然後到1912清朝就結束 1912年的二月清朝就結束 所以大概就十年的時間 所以36鎮並沒有完全的編程 那編程的新軍裡頭最重要的就是袁世凱 直立總督袁世凱的北洋軍 跟胡廣總督張之棟的自強軍 這兩支軍隊最重要 這兩支軍隊對於士兵的挑選的標準都非常的嚴格 強調士兵必須身家清白 而且最好能夠識字 就不要找那些文盲來當兵 找一個識字 張之棟就強調 他說軍人必須選字 可以自磨生計者 以避免軍人把從軍當成磨生之道 就說我來當兵為什麼 因為我活不下去 我來軍隊混飯吃 那這樣的軍人當然不是一個好軍人 然後來軍隊混飯吃 所以張之棟說你要找的軍人是 這些人他本來在社會上只有工作 他可以自磨生活的 可是他願意來加入軍隊 這些人才是有素質的人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這些人在社會上能夠自磨生活 他幹嘛要加入軍隊 我工作得好好的 我幹嘛今天這個說投彼從容去當兵 我讀書四字 為什麼我要去當兵 這一點當然是推動募兵制的時候 還有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 就是你推動募兵 大家都知道你要招募到好的素質的人 加入到軍隊 可是問題是好素質的人 為什麼要加入軍隊 那當然這樣的工作絕非易事 今天不是說 我說我今天招募要招募好的素質的人 來當兵 我就可以招募到 他要整個環境的配合 從太平天國的叛亂以來 非禁式出身的官員 他們已經可以靠著戰功 而晉升高階的官員 比方說很多沒有科舉公民的官員 他們可以因為他們的戰功 而晉升為巡撫 巡撫在當時一個省的巡撫 是當時的一則高階的官職 非常重要的官職 過去巡撫都是有科舉公民的人才能夠擔任 可是現在已經可以因為戰功 你沒有科舉出身 一樣可以擔任巡撫 比方說各位很熟悉的台灣總督劉明傳 他就是一個沒有科舉公民的官員 他是鄉軍的大將 曾國凡首相的大將 然後最後這個憑借著戰功而出任巡撫 他就是一個例子 所以傳統的這種以科舉出身文官 來控制的政治結構已經發生了改變了 就是說傳統那種文人壓在軍人頭上的 那個環境已經改變了 軍人重新的取得了權利跟地位 以文治武的傳統已經不再能夠發揮他的效果 等到光緒33年西元1905年 清朝廢掉了科舉制度 讀書人傳統的出路就喪失 過去的讀書人就是讀書應舉做官 讀書考科舉然後去做官 然後做文官 那這條路沒有了 沒有了 科舉廢掉 沒有科舉 所以讀書人要另抹出路 那你說讀書人沒有科舉的 讀書人出路是什麼 出路非常的多元 你可以去出國留學 然後回來 政府覺得你學會很好 就給你一個觀坐 或者你就去出國留學 然後回來去新辦 開一個公司賺大錢變成商人 然後各式各樣的選擇 那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選擇 就是加入軍隊 那為什麼加入軍隊會具有吸引力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 因為你加入軍隊有的戰功 你就可以變成大官 你可以做大官 取得政治權利 當兵又有一個很 在當時很具有號召力的就是 在當時內憂外患的情況之下 當兵被認為是一個保家衛國的神聖的工作 中國不斷遭遇這個列強的入侵 我們要保家衛國 要加入軍隊保家衛國 所以當兵是可以說是以保家衛國為號召 而實際提供公民利路之間 你加入軍隊立了戰功 馬上公民利路就來了 所以既有合理化的民意 又有實質的利益 所以加入新軍 就變成許多讀書人的新選擇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中國軍人的地位提升到 空前未有的高峰 這個在清朝末年 從清朝末年開始 軍人地位開始提升 社會上精英願意加入軍隊 願意加入新軍 在當時社會的精英 是當兵為一個新的選擇 所以很多人出國留學 都是去學習軍事 那這些人學習軍事之後 反國就加入新軍 成為新軍的基層幹部 因為這個仇主新軍 需要大量的基層軍官 那這些基層軍官當然一部分 是由這個中國本身的軍校來培育 可是這個中國當時的現代化軍校很少 就是什麼保定軍校 但是最有名的 可是中國本身軍的軍校很少 所以大量的基層幹部都是留學回來的 他出國留學學軍事 回來就加入到新軍之中 那我們也知道 在這個時候革命運動 正在海外華人的世界如火如荼的展開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運動 在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群都展開 所以很多留學生在這個留學的過程之中 都接觸到革命運動 等他們返國之後 就把革命運動帶入了新軍之中 所以就變成一個很有趣的結果 就是滿清為了救亡圖存而建立新軍 結果因為留學生的加入新軍 最後新軍變成一個推倒滿清政權的最重要的力量 你本來要救亡圖存你 就是說你自己埋了一個坑讓自己掉下去 對不對 就是這種結果 他們看一下新軍 你可以看到 這是新軍在保定演習的照片 這個當時開放中外媒體去參觀這個演習 然後這個各國的媒體對於新軍的評價都非常的高 這個很多外國媒體說 他們終於在中國看到一支像樣的軍隊 這個不再像中國傳統軍隊給外國人非常惡劣的印象 就是中國傳統軍人就是非常腐敗 然後沒有士氣 然後穿著那個非常笨重的盔甲 那盔甲也擋不住子彈 這種現象全部改變 因為你看到現在整個新軍的 他們的武器 服裝 戰術 戰法 都是跟當時的歐洲一樣 因為完全都是把歐洲的那一套給搬過來 你看到這個是新軍的炮兵對不對 這是步兵在攻擊發起線上面 壕溝 挖的壕溝 然後在攻擊發起線上待命攻擊 這個各位以後當兵 大概也都會有這種經驗 都還是一樣 然後我們再看一個 這是當時在保定演習的演習享地 什麼叫享地 這是軍事術語 就是劇本 所以演習不是真的打 要有劇本 要不然真的打起來就不知道死多少人對不對 演習不是真的打 所以雙方有一個劇本 那演習的劇本基本上就是公跟守的劇本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享地上面的地圖等高線對不對 然後紅軍跟南軍 然後紅軍主攻南軍主守 你看到這個 這是100年前的演習享地 這20世紀初期的演習享地 然後都紅軍跟南軍 你們以後去當兵 你看到演習享地也是跟紅軍跟南軍 你到大陸去當兵 他的演習享地也是紅軍跟南軍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新軍就被視為這個 中國軍隊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的象徵 中國軍隊從此脫胎換骨 整個從武器服裝到戰術戰法 都接近了一個我們印象中的現代化的軍隊 所以新軍在當時得到了非常高的評價 可是新軍還有他傳統的包袱跟問題 我們剛講過新軍都是招募本地人 這個由地方官來推動 然後地方官招募本地人當兵 這個是鄉軍的傳統 也就是說軍隊的地方色彩非常的濃厚 那你說地方色彩到底好不好 他也有好處啊 這個從好的方面來講 軍隊具有地方色彩 他是讓士兵為了保衛鄉里而戰 讓軍人知道為誰而戰嗎 我就是為了保衛鄉里 所以我有很高的這個戰鬥的意志 但是確定一點就是說 他會造成地獄獨立意識的興起 就是說我們這支軍隊 就是我是湖北的軍隊 我就是為了湖北的利益而戰 我不是為了整個中國的利益而戰 然後另外一方面 各支新軍由不同的地方官來籌組負責 這個不同地方官有不同的做法 有的地方官他們就在軍隊裡頭建立個人的崇拜 這比方說袁世凱在他的北洋軍裡頭 就建立自己的長生牌位 共士兵來膜拜 中國傳統的牌位都是拜死人的 可是在在明清以後有一種新的牌位 這拜活人的叫做長生牌位 祈禱這個活著的人長生不死 這叫長生牌位 袁世凱在軍隊裡頭放他自己的長生牌位 然後這個士兵每天還對那個傳位來膜拜 建立他自己的個人意識 所以這樣做法當然就導致了軍隊的私人化 我們說新軍是非常的重要 那為什麼新軍在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上這麼重要 最主要是因為整個清末局勢的發展 最後導致的結果是中國人以革命的手段來解決問題 就是說這個整個在清末有這個改革跟革命的爭議 革命以這個孫中山為這個代表性的人物 就強調用革命的手段來解決當前的問題 然後提倡改革的就以康有為梁啟朝為代表 認為革命使用暴力太過於激進 應該使用改革的方法以維持清政權為前提 然後讓清政權在這個清政權的架構之中 來進行改革 而中國人最後的選擇是革命 就是用暴力的手段推翻既有的一切秩序 然後來重建這個中國 那當你採行革命的手段就是用暴力的方式 那誰擁有暴力當然軍隊 真正在整個國家的各個部門裡頭 擁有最多暴力的當然就是軍隊 所以就導致了軍隊在整個過程之中 要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黨人他們數量有限 雖然他們勇於犧牲自己跟家人的性命福祉 來引發蜂巢 可是這樣引發蜂巢不能夠產生實質的效果 所以革命黨人他們本身的力量有限 他們能做的就是引發蜂巢而已 讓他們能帶動蜂巢 比方說大家很熟悉的黃花鋼 3月29日的黃花鋼之翼 當時的烈士 犧牲的烈士之間包括林覺民對不對 黃花鋼之翼 革命黨人投入的人數不超過200人 你想這樣的數量能夠帶來多少的實質的效果 它就是一種去吸引大家注意力 然後讓大家來跟隨我的主張跟隨我的步伐 它只能做到這一點 要不是說200人就可以佔你什麼地方 然後產生什麼多大的實質效果呢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革命黨人他們其實他們能做的就是犧牲自己 來帶領一種蜂巢 所以你看他們所留下來的這種書信文字 都充滿了這種犧牲的精神 就是他們能做的其實就是犧牲 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就是犧牲自己 因為他們知道只有犧牲自己才能夠改變 才能夠這個影響到其他人 然後喚醒大家來一起改變 所以林決明就說 林決明說當時中國的狀況非常的糟糕 可是大家為什麼不肯起來推翻既有的政權 他說因為大家都怕死 大家因為都有家人 有自己的現有的生活 大家就愛惜自己現有的生活 愛惜自己的家人不敢死 所以他說我要做什麼事 我就死給大家看 他是一個有錢人家的 他是一個商人的子弟 家人非常的有錢 然後又有太太 有小孩 而且在他參與黃浩鋼之役的時候 他太太已經快要臨盆了 就肚子裡頭又有一個小孩 然後他就去死 那為什麼就是要死給大家看 就是說要犧牲給大家看 然後喚起更多人來犧牲 所以他為什麼會寫語氣節悲書 你可以想像當時的情境 對不對 這個一個男人要去死 然後家人 他太太快要生產 然後這個男人居然這麼不負責任要去死 所以這個 這個我的研究婦女史的同事就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不負責任的男人做的選擇 他都不考慮他的太太將來要面臨什麼困境 然後當他跟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背這個語氣節悲書給他聽 然後語氣節悲書 因為語氣節悲書裡頭就寫了 他說吳家日後當聖平 他說我們家以後會很窮 憑無所苦清淨過日而已 然後我們的同事就說 你看就是個不負責任的男人對不對 你又死掉啊 然後說憑無所苦 那你死都死了 那個當然沒有什麼好苦啊對不對 是個清淨過日的人很可憐對不對 所以他說這個 當然你知道他們家後來狀況就很不好嘛 他太太生了那個小孩之後 那個小那個姨父子沒有多久就夭折啊 因為他們家裡的狀況就因為他的死亡 他是叛國欸對不對 他當時是因為叛國被槍斃的 那當然整個家族狀況就變得非常的糟糕 所以他的太太後來就過得非常這個 實質上面過得非常困苦的生活 對這樣 可是也就是因為他對他自己跟他家人 都非常的殘忍嘛 所以這樣的事情才能夠引發大家的震動 引發大家的效法 就是說這個常常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說你為什麼這個願意去做這樣的事情 有人要願意去犧牲 別人才會跟著你犧牲嘛對不對 所以也有人說寧決明的語氣結別書 是這個二十世紀寫的最好的情書 他說如果你生在二十世紀 你就不用寫情書了 因為最偉大的情書已經被寧決明寫了這樣 為什麼他這個情書寫得很好 因為寧決明在語氣結別書裡頭說了這樣一段話 他說無衝如無 愛如之心 諸天下人愛其所愛 所以敢先如而死 他剛才說我擴充我愛你的這個心 然後來幫助天下人愛其所愛 然後為什麼要死 因為唯有改變現狀 我們才能夠幫助天下人愛其所愛 否則既有在這個現狀之下 天災可以死 盜賊可以死 強敵入侵可以死 這個他說這個狀況現在那麼不好 這個我們的生命產產隨時都面臨危險 只有改變現狀大家才能愛其所愛 所以他說我敢先如而死 這個我常常想說這個你愛一個人 然後把他愛對他的愛擴充到祝天下人愛其所愛 還有什麼愛可以超過這個愛 這個我想也許你說這個其實不是真的愛 可是至少從文字上來說 你還怎麼去想像說 或者說從文字或者從抽象理念裡頭 去說我可以創造一個愛可以比這個愛更大 他已經把這個愛變成愛全天下了對不對 你在怎麼超過嗎 愛全宇宙嗎 所以這樣的情操當然在當時是能夠有這個影響力 你可以想想他寫給他太坦的信 為什麼最後大家都在讀 因為這個信其實也不是寫給他太坦的嗎 這個信當然是本來就註定要被公開的對不對 當然你們現在好像國中根本把他刪掉對不對 我們國中的時候每個人都要去讀他對不對 所以我有一天還在這個背語氣解背書 然後我注意就說你怎麼那麼會背 我說沒有辦法就是年輕的時候背過 所以現在還沒有把他忘記這樣子 所以這個當然是寫給大家看 就是讓他的犧牲能夠發揮他的影響力 那革命黨的確做到了這一點 透過他們這個對自己跟家人的殘酷 然後去引發這個蜂巢 可是這種引發蜂巢最後要能夠實現 主要還是靠新軍的武裝力量 因為真正在現實上你能夠把這個 你推翻政權的這樣的意願能夠實現 他還是要靠著武力 所以真正決定性決定能夠產生 在推翻滿清政權上產生決定性影響還是新軍 那留學生把革命思想帶進了新軍 他的影響主要是在南方 北方新軍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比較少 因為元世凱跟他的部署 對於新軍的控制 對北方的新軍的控制比較強 所以辛亥革命之後 產生的結果就是 北方的新軍在元世凱的領導之下 南下想要鎮壓革命運動 然後就形成了南北新軍的對抗 然後最後滿清政府因為元世凱的倒戈 倒向革命 所以南北新軍最後和談 所以達成協議然後迫使清帝退位 可是清帝退位之後所產生的結果是 整個政治秩序的完全崩潔 舊有的政權瓦解了 皇帝制度消失了 2000多年的皇帝制度消失 可是用什麼新的體制來取代 毫無概念 整個政治秩序在清朝政權瓦解之後 是一個大的崩潔 新的政權一直沒有辦法真正的建立 而這種政治失序的結果 就為地方上的軍人提供擴張權力的機會 這個我們在中國歷史上不斷看到這種現象 當整個國家陷入政治的失序的時候 地方上的軍事強權就開始興起 來建立他們自己的政權 好 那為了這個擴張他們的權力 這些地方軍人就會大量的擴張他們手下的軍隊 為了爭取更多的政治的資本 那軍隊就是他們爭取權力的這個手段 那大量擴張軍隊的數量就破壞了清末以來 提升軍人素質的努力 所以中國這個我們說到了清朝末年 好不容易想到要這個改善軍人的素質 可是這個努力存在的時間不超過10年 因為這個到了軍閥開始大量擴張軍隊的時候 這些這個什麼招募良民為兵的這種想法 就被這個丟到一邊去了 就在短時間大量的擴張軍隊 你可以想像沒有辦法再顧及軍人的素質 所以結果就是士兵怎麼來呢 在軍閥的時代 士兵都在來自於貧困的農民或者土匪 跟宋代的情況差不多了對不對 素質非常的低落多半不認識字 這個都是軍隊為了在短時間之內大幅擴張所產生的一種常見的結果 不過在當時士兵的收入並不差 這些軍閥為了籠絡這些士兵 往往給他們相當不錯的待遇 然後所以這些士兵多半可以存一些錢寄回家裡頭 去接寄他們貧困的親人 這也是這些士兵當兵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來賺錢 然後因為家裡頭很窮 賺一些錢去接寄在農村裡頭的這些家人 另外一方面在這個時代來當兵他的風險不是很大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這個時代當兵並不容易戰死 就是軍閥之間雖然不斷發生大大小小的戰爭 可是不會有太多的士兵死亡 為什麼會死 這個是跟當時的軍閥的組成有關係 這個在當時一些媒體描述民國初年的軍閥之間的混戰 常常指出這樣的現象就是一場戰鬥打下來死不了幾個人 比方說當時中國軍閥最多的地區是四川省 四川這個地方 當時號稱在四川有大大小小的軍閥加起來超過100個 當然這個數字無從去核實 你說有一個地區的軍閥數量超過100個 人家怎麼算啊 不過當時就說四川的軍閥混戰非常的混亂 大大小小的軍閥的勢力非常的多 曾經有這個外國媒體報導說兩派的勢力 兩個軍閥他們會爭奪一個現成 說這個雙方的軍隊從早上開始打 一直打到黃昏太陽下山 說打了一整天 雙方部隊不斷的開火 可是打了一整天 那個據媒體的報導說死傷的數字是個位數 打了一整天最後死傷的人數沒有超過10個人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打半天都沒有死 因為雙方的士兵開槍的時候都往天上開槍 都不對著人開 對著天上開 所以就知道那個死傷的人 還是不小心被榴彈打中才死掉了 因為開槍的時候槍口是朝上往天上開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跟我們要講的軍閥的組成有關係 就是說在當時的軍閥 他們彼此之間沒有什麼深仇大恨 士兵之間也沒有什麼強烈的敵對意識 所以軍閥叫他們開火 他們就開火 可是為什麼要殺人呢 對不對 對方跟我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恨 所以開槍的時候就往天上開 那為什麼軍閥之間戰爭會這樣 跟他們的組成有關係 軍閥是以軍人為首領 搭配清代遺留下來的這些讀書人 比如說留下來的文官或地方上有錢有勢的讀書人 形成了一種以親戚同學同鄉部署為聯繫的組織 所以這種的組織其實是非常非常個人式的 它是在一個傳統秩序崩解下所產生的一個結果 就是舊有的那些組織技術組成 人與人的組成都已經消失 那人最後剩下什麼就是我跟你的這個交情 就說它是一種以人的私交為基礎 形成的一種組成 所以我們就說了這種親戚 同鄉 同學那種關係 這些新崛起的軍閥他們常常都非常的年輕 比方說當時著名的軍閥直系的吳佩芙 這個他是當時大軍法之一 吳佩芙他的聲望如日中天的時候 是他過五十歲的時候 五十歲生日的時候 是他聲望如日中天 所以當時人家幫他寫的賀壽連 祝賀的壽連有八方風雨匯中舟 可能很多人都聽過這一個著名的這個祝壽連 說他八方風雨匯中舟 因為他的這個總部在河南省 就是中國古代的中原 那時候他五十歲 其實相當的年輕 那著名的這個軍閥張學良 他繼承他父親的勢力 他的父親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然後他繼承他父親勢力的時候才三十幾歲 非常的年輕 但是這個一個軍人三十歲可能就做師長 當然張學良是比較例外 他三十幾歲就變成所謂的總司令 不過當時可以說軍閥都年紀不大 所以當時真的是公民逆路 從軍真是公民逆路 很快你在軍中借你的勢力 你能全力就可以到達極盛 可是在這樣的一種組成方式裡頭 這種軍閥他的勢力的結合 是一種完全以私人關係為主 那他們提不出什麼合理的口號 來合理化自己的權利 當時的大軍閥幾乎都以儒家的教義 以儒家傳統禮教的保衛者自據 比方說袁世凱 張作霖都曾經公開的尊孔 就是強調儒家的傳統的倫理 那這種做法其實反映著這些軍閥背後 支持他們這些士生的意圖 就是說這些傳統的留下來 清朝留下來這些舊官僚 舊讀書人的意圖 他們只知道了什麼 就是傳統的儒家的這一套 可這一套我們都知道在當時已經完全面臨崩解 隨著皇帝制度的消失 傳統中國的那個倫理道德儒家的那一套學術 都被不斷的指引 在這個時代裡頭這些軍閥只能報殘手缺 這真的是報殘手缺那一段 那個時代這個傳統的儒家這些觀念 都是被質疑要被捨棄的東西 他們報殘手缺這個反映了他們在當時所面臨的困境 就是說整個傳統的秩序崩解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要用什麼方式來合理化自己 他們只能去報殘手缺 可是那報殘手缺那些東西其實是沒有什麼用的 這當時沒有什麼號召力的 在一個傳統價值崩解的時代 這種強調私人的情誼跟義氣 傳統的義氣的這種做法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建立一種強而有力的結合 所以軍閥的勢力看起來很龐大 其實實際上非常的鬆散 那也由於軍閥的勢力實際上是非常的鬆散 軍閥跟軍閥之間的衝突戰爭 往往就流於所謂的電報戰跟金錢戰 就反映的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什麼叫做電報戰跟金錢戰 就是兩個軍閥開始發生衝突的時候 一開始雙方就是通電全國互相的攻擊 因為當時沒有電視 沒有什麼廣播 就是拍電報 這些電報就會登在當時的報紙上面 所謂的通電全國就拍電報 然後你說電報什麼東西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電報已經被淘汰了 我們現在這個現實 完全沒有電報 這個電報就是在沒有電話的時代裡頭 對全國各地這個拍發電文去宣稱什麼事情 拍電報 雙方拍電報互相的攻擊 就是罵 一開始就開罵 你說現在那個在台灣你要開罵很簡單 你就上電視 然後去call in就好了 可是那個時候沒有這些東西就拍電報 所以一開始衝突的時候就開始通電全國 這個商戶的攻擊 那私底下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金錢戰 就是去收買對方的手下 就是說你帶一張投靠我 我給你多少的好處 通常都是錢 給你多少錢 給你多少好處 怎麼樣怎麼樣 你背叛他 背叛你原來的領袖 然後投到我這一邊 然後給你很多的好處 然後等到私下的這些條件都已經談好了 雙方才會正式的開戰 就是在金錢戰中已經取得優勢的那一方 就開始發動攻擊 那你可以知道 發動攻擊之後 因為雙方的條件都已經談好了 所以這個被收買的另外一方 當然迅速的帶槍倒戈 所以戰爭不會打很久就結束 所以我們剛才說的這個軍閥時代作戰 死不了多少人 因為戰爭拖延的時間也不會很長 因為錢決定了一切 手上會有錢的能夠收買別人的 就可以取得勝利 所以後來蔣中正在民國15年發動北伐 在三年之內形式上的解決了軍閥 所謂統一了全國 15年發動北伐 17年就宣告全國統一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敵人太弱 說這個為什麼這麼順利 中國歷代發動統一戰爭 大概只有這個時代最短 就是三年之內就宣告全國統一 這個很深少見 不過當然這個也有很多問題 當時是形式上的統一 而不是真正的統一 一方面主要的就是他敵人太弱 那另外一方面為什麼成功 那是代表國民黨的蔣中正 因為蔣中正建立了一支較為 組織較為堅固的軍隊 就是所謂的黨軍或者是黃埔軍 為什麼國民黨的軍隊組織比較堅固 是因為他們從國外學習的軍隊組成的方式 過去的帝王時代建立王朝的君主 都要有一支自己可以控制的子弟兵 當政黨取代了皇帝就要有黨軍 就是政黨取代這個皇帝 這個皇帝制度被推翻以後 中國沒有皇帝 取而代之掌握權力的是政黨 那政黨要能夠建立自己的政權 就要有自己能夠控制的軍隊 就所謂的黨軍 國民黨開始領悟到建立黨軍 其實還滿晚的 這個國民黨一開始 他們就是以黨的力量來進行奮鬥 我們剛才說了 他們犧牲自己來引領蜂巢 他們並沒有自己真正的軍隊 他們的軍隊都是這個去說服別人來支持他們 比方說像新軍 對 一直要到民國12年 這個國民黨的領導者孫中山才說 他說為什麼革命運動失敗 因為只有革命黨的奮鬥 而沒有革命軍的奮鬥 你可以說孫中山後來終於領悟到槍桿直出政權 這樣的道理 這毛澤東的話 用中國傳統的話就是馬上的天下 這個江山是要打出來的 這個要靠軍隊 要有軍隊 所以民國12年 中國國民黨開始籌組黨軍 那黨軍要怎麼建立 先從軍官談的訓練開始 要建立一批軍官 來為這個黨來奮鬥 所以民國12年在黃埔 廣州城外的黃埔島上建立了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第一期招收了500人 在軍事訓練上強調軍事技能與思想教育並奏 後來國民黨的這個歷史就往往宣傳說 這個中國國民黨的軍隊就是以500人為基礎 他們說他們憑藉著500支步槍 東征北伐建立了國民政府統一了中國 這個當然都騙你了 就是說如果只有500人 怎麼可能可以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 這個故事通常都只說了一半 黃埔建軍 我們說他們招生招了500人 這500這個數字當然是有意義的 當然跟那個歌星500是沒有關係 那為什麼是500不是400不是600 你們知道嗎 猜一猜 這個是有典故的 為什麼500 中國歷史上很多數字的選擇都不是隨便亂選 所以為什麼當時就要招500不招1000 各位有沒有聽過一個故事叫做邵康中興 有就是說夏朝的時代 說夏朝一度衰落 後來有一個夏朝的君主叫做邵康 他起來從政了夏朝這個朝代 然後說邵康他一開始的時候 自己的勢力其實很有限 說邵康一開始他從政夏朝的時候 他只有一呂之眾 他憑藉著這個一呂的這個力量 最後就從政了夏朝 那一呂是多少按照史書的記載 就是500人 所以國民黨皇埔建軍 為什麼一開始招募第一期500人 是用這個邵康中興的這個典故 這個夏朝的邵康 是用這個典故 所以一開始招募500人 可是請注意500人是軍官 你要500個軍官 難道他們不需要士兵嗎 所以國民黨的故事 通常都只告訴你前面這一版 然後說500人 然後說這個500支步槍 這個都錯了 在招募500人到軍校受訓 成為基層的這個軍官的同時 皇埔軍校另外組成了 一支4000人的校軍 這4000人也是來自於招募 就是去招募士兵組成了校軍 這個就是皇埔軍的基礎 4500人可以說這個是皇埔軍的基礎 500個軍官加上4000的士兵 他們在這個基礎上逐漸的這個收納 其他在兩廣地區的軍隊的數量 這些軍隊 然後到了民國15年的時候 總共國民黨的軍隊膨脹到10萬人 然後發動北法的時候 就是以這個10萬人為基礎 那這個10萬人 他們的組織比較堅固 是因為在整個籌組的過程之中 強調思想教育 也就是強調如何的控制這些軍人 讓他們為國民黨效忠 在軍隊裡頭建立所謂的政公制度 就是說軍隊裡頭有所謂的政治幹部 這些人就是確保這些軍人 他們要接受國民黨的實力 而不是各自為戰 那這些方式都是當時模仿惡共的紅軍 就是說整個皇埔軍的組成 其實都是模仿惡共的紅軍 大家知道這個皇埔軍校的校長蔣中正 在籌組軍校之前還到俄國去觀摩 俄共紅軍的組成 所以回來就是以俄國這一套來組成這個皇埔軍 好 皇埔軍我們剛才說了10萬人 然後開始發動北法 然後在北法的過程之中 大規模的招降納派 所以才能在三年之內形式上的統一中國 所以他的問題也就是形式上 就是因為在黃埔軍北法的過程之中 雖然發生了幾次重大的戰鬥 可是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吸納這些軍閥的舊勢力 只要這些軍閥願意投靠國民黨 就是讓他們來加入 讓他們能夠保持他們原有的勢力 所以到了民國17年中國形式上統一 可是問題仍然很多 這個整個統一是形式上的 原有的軍閥有一部分被消滅 可是有一部分仍然存在 而且當時中國又面臨日本入侵的威脅 這個民國16年的時候日軍曾經攻打山東 想要阻止國民黨軍隊的北上 就發生了濟南慘案 這個殺了很多的中國人 這個想要引發衝突 可是這個蔣東正下令軍隊撤出山東 不跟日軍這個對抗而繼續的北上 然後瓦解其他軍閥的勢力 所以日本對於中國的統一非常的猜忌 這個當時日軍這個日本中將入侵中國 已經是這個不爭的事實了 大家都看得出來 這個中日之間遲早開戰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中國內部有軍閥的各立山頭 外有這個日本入侵的迫在媒介 所以強化軍備是當時的要務 所以在蔣中正的主持之下 當時的國民政府就開始規劃徵兵制 引進德國的教官 重新訓練軍官團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想辦法 這個重整這些軍閥的勢力 結果引發了一連串的內戰 所以蔣中正在中國統一之後 其實是想以黨領軍 就想要把國民黨的控制 擴張到所有當時中國的軍隊去 但事實上他面臨了極大的困難 這個他跟其他軍閥之間 爆發了多次的戰爭 可是他始終沒有辦法遂行他的意志 他必須妥協 所以現實的狀況是他不能夠把這種 以黨領軍的方式有效的擴張到 其他將領掌控的軍隊之中 由於國民黨的部隊只是當時 整個中國軍隊的一部分 即便他們戰力堅強 仍然不能夠改變中國軍隊組織松散 三猴伶俐的事實 所以面臨這樣的問題 蔣中正只能夠強調個人的崇拜 跟私人的情誼來努力維持一個統一的 政治軍事架構來對抗日本 如此一來他有跟他之前打倒的軍閥做法 有些類似我們剛才說的軍閥的組成 就是強調私人的情誼 蔣中正其實是以打倒軍閥自居 可是他最後採取的做法又是如此 就是各位讀黃仁宇的書就提到 對日戰爭的時候蔣中正要調動其他軍閥的軍 其他將領的軍隊還要跟這些將領稱兄道弟 對不對 就是這種強調我跟你的私人情誼 他無從選擇 好蔣中正他不能夠根本的消除軍閥 他只能夠盡量將軍閥的軍隊納入他建立的體系 當他要面對強大日軍的時候 他必須激發其他部隊犧牲的精神 因為當時的軍事技術 這個軍隊的素質 中國的軍隊都完全無法與日軍相比 日軍有非常現代化的設備 這個裝備然後又有組織非常強大的軍隊 中國與日本開戰就是以暖及時註定要犧牲 所以中國軍隊要跟日本作戰必須犧牲 也就是說蔣中正當他在民國26年決定跟日本開戰的時候 他就註定要把他手下的部隊送去犧牲 他不能只犧牲自己的軍隊 因為我們說了他能夠掌控軍隊 只是當時中國軍隊的一部分 他還要犧牲其他的軍閥的部隊 而且他也知道 憑著中國的力量不能夠對抗日本 只憑中國的力量對抗日本 絕無勝算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必須取得其他國家的同情跟幫助 就是其他他必須要想辦法得到其他國家的援助 特別是英國跟美國 這是蔣中正最希望得到的 所以在這些考量之下 他在決定對日戰爭的策略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只從軍事的角度來思考 所以在抗戰的頭三個月 他已將數年來得志訓練的軍隊 全部斷送於上海 就是這個抗戰的前三個月 蔣中正做成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而這個決定讓他注定被批評 可以說數十年來讓他備受批評 就是他決定在上海與日軍決戰 他把中國將近一百萬的部隊調到了上海 而其中包括過去幾年來 德國軍事顧問幫助中國所組成的 中國最精銳的德制化的這個部隊 全部送到上海跟日軍決戰 那日軍也非常樂意在這邊跟中方決戰 這個當第一方面這個當時的中國的軍隊 主動對上海日本諸戒發動攻擊 日本人不能夠丟這個臉 所以他們一定要跟中方決戰 另外一方面上海對於日本而言 是一個非常好的戰場 因為日軍的優勢的海軍 絕對優勢的海軍 包括他們的航空母艦跟這個戰艦 可以在海上從黃海 他們的航空母艦停泊在黃海 然後他們的戰鬥機就從航空母艦起飛 任意的轟炸中國 然後他們的小型的炮 這個炮艦可以開入黃埔江 來轟擊中國的這個陣地 而當時中國因為海空軍力量太過於薄弱 所以根本無力對抗 所以這個黃耀宇各位看黃耀宇的文章就是說 在這個松戶會戰進行到一半的時候 中國的軍方這個空軍幾乎損失殆盡 所以日本的軍隊在沒有中國空軍的威脅之下 他們可以在白天升起熱氣球 然後指揮炮兵發炮 所以他們在白天就把人用熱氣球升上去 然後偵查中國軍隊的這個動態 然後指揮炮兵來轟擊 所以中國的軍隊當然損失慘重 在上海決戰的頭三個月 中國最精銳的部隊幾乎損失殆盡 那這是一個從軍事史上面非常奇怪的作為 就是說你一個在軍事弱勢的這個國家 居然在這個戰爭的初期 就投入所有的部隊 把你的精銳投入到戰場 讓他們損失殆盡 那你接下來要怎麼打 可是蔣中正為什麼做這樣決定 為什麼是上海 因為上海是全世界目光之所矩 不管是中國的媒體 不管是外國的媒體 大家都看到上海 中國的軍隊在上海展現這個 無謂犧牲的精神 展現給誰看 展現給所有的中國人 展現給全世界的人 特別是英國人跟美國人看 然後希望激起中國人的犧牲精神 也希望激起歐美國家的同情 只是很不幸的 這個樣的宣傳效果 在當時沒有得到蔣中正預期的成果 在抗戰初期 唯一對中國施餘援助的只有俄國 歐英美雖然民間有極大的同情 甚至當時有這個英美民間人士 以個人的力量到中國來參戰 可是這個幫助都非常的有限 因為沒有政府的支持 這個個人的力量都發揮不了什麼效果 結果是抗戰的前兩年 中國就失去了沿海精華區 造成財政刺激 因為沿海精華區就是政府最大的裁員 經驗的部隊葬師殆盡 此後就只能夠退居淚陸 以數量來彌補質量的不足 沒有軍銳部隊 大量的征兵 所以在這個能夠控制的西南地區 進行大量的征兵 在這些原來非常貧困的地區 人民本來就已經為生計所苦 現在又強制他們當兵 更是雪上加霜 就是說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為了撐下去就拼命的征兵 在當時國民政府可以控制的地區 他沒有什麼基層的政治組織 執行兵役的這些官員 往往都是任意的拉夫 這個欺壓弱者造成無數的悲劇 就是說在民間就是抓到人 就把他送到軍營裡頭去 不管什麼 只要這個上面給我多少的名額 我就拼命的達到這樣的名額 這個 那有錢人就賄賂我 賄賂這些執行議政的人 說你不要來找我 我給你錢 你去找那個窮人 那窮人沒有錢賄賂這些議政 都被抓去 所以產生的結果是 這些被強征來的士兵 往往被捆綁有如囚犯 他們在這個交通落後 交通設備落後的西南地區 中國這個西南地區都是丘陵 沒有什麼現代化的交通設備 他們被強征之後 他們要走路到軍營裡頭去 往往在這個走到軍營的過程之中 由於他們衣不避體 食不足以衝擊 所以他們根本還沒有進入軍隊 就已經病死到旁 即使順僥倖存活者 也素質很差不堪訓練 蔣孟寧 這個著名的學者蔣孟寧 在當時擔任洪十字總會的會長 他推估在整個抗戰期間 有一千多萬的壯丁 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死亡 就是他們根本沒有上戰場 而是損失在這個兵役的徵集過程之中 各位可以想像這個抗戰勝利以後 你問國民黨為什麼四年之內就丟掉政權 你在你為了抗戰造成了這麼多的悲劇 這個戰爭結束了還會有人要支持你嗎 大家為了戰爭勉強的容忍這個政權製造了這麼多的問題 因為一切為了生存為了戰爭 可是等到戰爭結束了 大家就要跟這個政權來算贈 另外一方面政府為了說服人民一同抗戰戰爭 捐傳變得很重要 就政府不斷的要做一些戰爭宣傳 順服人民為這個國家來犧牲 在資訊不發達的社會裡頭 在當時是一個資訊不發達的社會 為了資歷士氣寫作的話劇跟詩歌 曾經激起無數的迴響 也製造了一些戰爭或者英雄或者民族英雄 只是這些美好的形象與事實之間的差距 不容易被理解 就是說除非身利其境的人 才知道中國軍隊當時的慘況 非常非常的糟糕 然後可是戰爭宣傳總是給你一些印象 就是說其實中國軍隊是勇敢善戰的 這個有戰鬥力的 比方說黃仁宇 我們看到黃仁宇的一些回憶 他說他當時在抗戰爆發以後 他就中斷學業投身軍校 在軍校受訓兩年之後 派自雲南的基層部隊擔任連長 卻發現軍隊之中 這個軍隊所面臨的慘況 完全不是他在學校之中可以想像 他在軍校受訓的時候 他們所得的訓練跟實際軍隊的狀況 這個天差地別 大家說他當時雲南的軍隊 物質條件非常的惡劣 衣服跟鞋子都沒有 根本沒有足夠的衣服跟鞋子 也沒有食物 駐守在人煙原本稀少的地區 能夠餓死跟病死就已經算是非常的僥倖 這個軍隊其實很難作戰 所以當時中國軍隊處境非常的糟糕了 這個後來美國派了很多的軍事顧問來中國 幫助中國作戰 其實也都談到了同樣的問題 可這個就是這樣子 當時中國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苦撐 苦撐到了抗戰的第四年 靠著美元的來到 然後也靠著美國人去結束這一場戰爭 民國三四年抗戰結束 可是隨之爆發的就是國共的內戰 整個國共的內戰 最後在短短的四年之間分出的勝負 這個原本數量龐大的政府軍 居然在四年之內被擊潰 撤退到台灣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他這個整個戰爭是一個 有組織的中共紅軍對抗組織鬆散的政府軍 接受美制裝備的政府軍本來居有武器的優勢 但是由於他們組織的落後 這些新式的裝備往往只是負擔而非優勢 這個黃瑞宇就提到這個例子 他說當時國民黨的軍隊有新式的火炮 可是沒有炮彈 有新式的大炮 可炮彈數量很少 所以那個對於指揮官而言很痛苦 就是說因為我手上只有這一堆炮彈 這些炮彈 打完了就沒有 所以指揮官常常捨不得用 就說這個炮彈是救命的武器 要等到這個危急的關頭才要使用 所以捨不得用 可等到要使用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最後那個炮彈根本沒用 就全部被敵人所擄獲 變成敵人的 所以這種裝備其實都變成負擔而不是優勢 那中共的紅軍為什麼會勝利? 中共紅軍的組成方式跟國民黨非常的類似 都是效法惡共的紅軍 可是整個組織非常的嚴密 為什麼國民黨的組織後來變成鬆散 共產黨的紅軍組織卻嚴密 這個是跟兩者發展的過程有關 國民黨軍隊在民國15年以後 就開始大規模的遭降納判 結果當然就組織變得鬆散 中共的紅軍在民國16年成立 此後就一直受到國民黨的打壓 那這個因為你成立的過程中 一直被人家打壓 一直被國民黨攻擊 所以當然越打壓組織越堅強 因為會投降的人早就投降了 剩下的當然是對這個黨最有效忠力的 所以這個共產黨的信仰最有信心的人才會留下來 所以他組織當然堅強 共產黨面臨最大的危機就是在民國24年 他們的根據地 在江西的根據地被國民黨突破 共黨的紅軍開始進行長城的逃亡 就是中共所謂的十萬里的長征 那其實就是一路被國民黨追著打 最後逃亡到陝西的北部到了延安 共產黨的軍隊大概剩下了十萬人 後來跟國民黨和談 這個說共同抗日 在抗戰的期間之內 中共的軍隊至少擴張了十倍 就從十萬人擴張到一百多萬 而且這樣的擴張並沒有使得這些部隊脫離共產黨的控制 就利用抗戰的時間 共產黨快速的擴張 他們怎麼擴張呢 他們是在農村之中利用貧富跟租電的矛盾 來進行鬥爭 以確保士兵的來源 他們鼓勵貧窮的電農鬥爭地主 然後將地主的土地分給這些電農 所以這些電農就樂於為共產黨來作戰 因為他們知道國民黨要是回來以後 他們分配到的土地又會要還給地主 所以他們為了保存他們在鬥爭之中得到的利益 所以他們就會為共產黨奮戰 另外一方面共產黨殘忍的控制手段 也使得這些農民一旦加入就無法脫生 因為只要你脫生共產黨就殺掉你全家 這個非常的殘忍 共產黨這個殺戮這個 辯解者的手段是非常的殘忍 所以對於這些農民而言 他們一旦加入就無從逃脫 他們被共產黨牢牢的控制 所以他們可以發動人海戰術 我們知道在國共內戰之中 共軍最有名的戰術就是人海戰術 他們動員大量的農民上戰場 以取得數量的優勢來壓制 政府軍 國民黨相對而言 他們在動員上就非常的沒有效率 他們還是最傳統的拉夫式的強徵 他們在各地拉夫 就是強徵這些他們可以控制到的人民 然後把他們動員上戰場 可是這些人上戰場以後 他們是被強制了來 當然沒有什麼士氣 所以就雙方動員方式的差異 就註定了國民黨的失敗 所以共產黨因為能夠動員 農村之中廣大的人力 即便失敗也能夠快速的補充 所以雙方作戰的結果 就是國民黨軍隊越打越少 共產黨軍隊越打越多 可是雙方的內戰 則是清末以來最殘酷的 因為這個中共實施人海戰術 所以死傷非常的慘重 國民黨依靠美元他們取得一些新式的武器 但這些武器需要完善的後勤訓練相互的配合 才能夠發揮它的效果 國民黨雖然派人到美國學習 但由於他們既有的組織非常的龐大 這種少數到美國去學習的這種努力 其實沒有什麼實際的功用 美國學人來的組織理論跟方法 只能充點門面無法產生實質的影響 有大炮而沒有炮彈的事情時常的發生 所以大而無當的政府軍 很快的就被組織嚴密的紅軍所擊潰 所以組織的嚴密與否 往往比武器的精良更能夠主宰戰場上的勝負 這個明末的滿洲人的成功 跟紅軍的勝利都是如此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到明朝末年 這個明軍也自認為他們取得了新式的武器 新式的火炮 然後最後還是失敗 就像國民黨一樣 好 我們今天再談一下海峽分裂以後軍隊的對比 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以後 就把在中國大陸不能夠有效實施的增兵制 在這個小島上面成功的運作 為什麼在中國大陸不能夠成功在這邊可以 主要還是因為這個數量的問題 就是說中國大陸實在第一大人眾 台灣這個人少 所以可以有效的來實施 增兵制的有效推動使得軍隊與社會的關係 進入到一種新的狀態 我們之前跟各位介紹 中國從宋代以後軍隊就是社會的外源體 因為當兵的人就是軍隊社會上的一群少數人 多數的人都沒有軍事的任務 也跟軍隊沒有什麼關係 這樣的作為這樣的事實當然有它的優點 優點就是說社會上大部分的人 其實不受到軍事任務的干擾 可是缺點就是這個軍隊他變成一個很孤立 社會上孤立的群體 他得不到社會的支持 這個發生戰爭的時候 中國有大量的人口卻不容易增到軍人 卻沒有足夠的軍隊 因為這些人一般的人就當兵不是我的事 因為長期以來就是這樣子 兵跟民是分開的 政府在面臨軍事危機的時候 需要大量軍隊卻找不到軍人 因為絕大部分的平民是沒有當兵的意願 他們也沒有當兵的能力 因為長期以來他們就是跟軍隊軍事一刀兩斷 國民黨在台灣實施徵兵制 以後狀況這種狀況就改變了 因為這個成年的平民不斷的進入到軍隊裡頭 軍隊跟社會之間有一個經常交流的管道 軍隊不再成為孤立的體系 也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 雖然軍官仍然來自於招募 但是這樣的軍隊以不以為個人或者政黨控制 成為政爭的工具 就是說軍官團雖然是職業的 是招募的 可是這樣的軍官團 他們不可能說我就只效忠某些人 因為你就算要這樣子 你手下的士兵這些流動的士兵 他也不會聽你的話 對不對 你說我現在這個軍官團要動員這個士兵 去鎮壓什麼什麼什麼哪些人 這個士兵為什麼要聽你的話 對不對 我還過兩個月我就退伍了 我過一年以後就退伍了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話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有了這樣的徵兵 軍隊就不再成為政爭的工具 所以在政黨輪替之中 台灣的政黨可以輪替 因為軍隊不會去干政 你要知道全世界沒有幾個 有很多的國家都做不到這一點 比方說你看泰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泰國的軍隊動不動就政變 軍人就動不動就干政 這個台灣能夠推行民主制度 當然跟政兵制有密切的關係 就是說因為軍隊不再為國民黨所控制 雖然國民黨一直想控制 可是他其實沒有辦法真正控制 因為士兵是流動的 但是這樣的政兵制有他的缺點 因為你不問個人的素質一律徵召 比如說有些人他就不適合當兵 可是他因為這個政兵的規定 他必須進入軍隊裡頭 所以招來的士兵有一些是不堪作戰的 你要強加訓練就容易釀成悲劇 你逼迫這些本來不堪作戰的人 你一定要把他訓練成一個很好的士兵 最後他就自查逃亡 就造成了很多的悲劇 這些問題都迫使政府開始要改行募兵 為什麼台灣要放棄徵兵 其實這個台灣的徵兵制度 他有一些根本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中國大陸則繼續實行募兵制 造成人民解放軍認為共產黨所控制 與平民社會相隔絕 雖然這個軍隊叫人民解放軍 可是他從來不站在人民那邊 六四天安門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個有大陸的教授跟我說他六四 六月初的時候他在天安門廣場 他就跟年選人講說大家趕快走 軍隊要來了 可是很多的學員都不相信 有些人就說人民解放軍不會對人民開火 就到六月四號那一天就錯 人民解放軍對人民開火 因為人民解放軍是聽共產黨的話 而不是真正效忠人民 所以你看到不同的軍隊組成的方式 也就造成了海峽兩岸的政權不同的發展 當在台灣隨著個人意識的風行 對集體犧牲意識變得非常的淡薄 再加上經濟發展 職業的競爭激烈 強迫成年男性服兵役的正當性 備受質疑 另外一方面武器的發展日益進步 操作武器者必須要有更加的專業的訓練 這些都不利於真兵制的運作 但是你要推行募兵制也有很多的問題 比方說在眾多的職業競爭之中 如何招募到符合預期的軍人 除了給他們適當收入之外 整體的社會價值也變得非常的重要 可以預見的未來海峽兩岸都將進入募兵制 因為中國大陸募兵制不會改變了 台灣則要走入募兵制 那如何維持高素質的軍隊都是一大問題 在中國大陸人民解放軍與人民的關係 要如何的改變 然後中國大陸的解放軍經商的規模非常的龐大 中國大陸這個 他帳面上的國防預算其實不高 可是那他怎麼養那麼多的軍隊 因為他們軍隊都在經商 這個中國大陸軍火外銷 中國大陸是世界第三大的軍火外銷國 軍火外銷的收入都直接歸入軍隊之中 而不列入政府的預算 可以看到他們經商的規模之龐大 在商業入侵下的解放軍從事經商 是不是會步上送代軍隊腐化的後塵 這當然只是一個問題 好 我們還是要一分鐘 簡單來說軍隊不會消失 至少可以預見未來不會 但是如何在政治社會的結構之中 給予軍隊適當的地位 這是一個大家必須持續思考的問題 這個我們沒有任何的答案 我沒有辦法給各位答案 只是這個問題是我們大家都必須面對 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忽視軍事的文化傳統 我們之前都講過 就是中國一直都對於軍隊軍事如何的安排 這個缺乏規劃 那如何在未來建立文與武雙方正常的交流 在我看起來你要給軍隊一個適當的地位 讓這個軍隊在這個社會 這個政治的結構之中 有他一席之地 有賴於文跟武雙方的適當的交流 讓軍隊不要再回到傳統中國 讓他變成一個社會的外源體 你看到中國傳統的軍隊變成社會的外源體 其實產生了諸多的問題 這些當然這些都要有待於大家的思考跟努力 哈囉 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請你按照片 看看其實歐洲人的消防 etes努力 感謝你 幾乎 甚至能社會 感謝你 別客人